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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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好 歡迎來到各種開源議題的下午的議程 下午的議程 那現在馬上就開始我們下午第一場議程 下午第一場議程的講者是P870613 對 這是他的綽號 對 然後他是一位就是剛轉職程社數的研究生 那他要分享的是他所研究的一個很熱門的主題 叫做模糊測試Fuzzing Test 那歡迎P870613 喂 有聲音嗎 喂 有聽到嗎 呃 啊 啊 應該有吧 這樣有嗎 有 喔 有好 好 那好 大家好 喔 喔 有點多人來聽我講 呃 剛話 有點小緊張 這麼大的場面沒有見過啊 好 那 我看一下 然後 今天來介紹一下那個 發行 發行 test 然後 魔物測試 就是 近幾年來 比較 比較多人在使用的一個工具 然後 所以 想說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 其實 之後應該也不會來講 因為已經 已經變成社畜了 對 然後 然後 然後我是那個 洋交大 洋交大的 然後 之前在sqlab 然後我叫林冠銘 然後 論文也是作為發射相關的 對 然後 因為論文其實網路上面應該收得到啦 就是 如果全部key進去的話 應該可以在那個 交大的碩位裡面的系統找到 因為已經公開了 對 然後 各位證明一下喔 論文沒有差 只有3% 3%而已 對 3%很低了 好 那 今天主要介紹的東西就是 發行test嗎 喔對齁 那個 這個 旁邊兩個角角 有那個投影片的address 大家可以 如果有興趣可以 可以去看看 對 好 好那 那我們繼續 好 今天主要介紹就是發行test 然後 我對發行test的一個主要的定義就是 就是它就是用 利用隨機的速度去 去測試程式 因為我們現在主要的 測試就是拿一些 各位想得到的 的input去 去想辦法說 去做看看邏輯測試啊 就是看你的功能有沒有寫好 但是 其實很多人就是 沒有注意到說 那我今天 如果 有些 有些那個 範圍沒有檢查到 可能會造成你的程式做 有一些crash 有一些治安的問題的話 這樣 就是會有一些治安問題 所以我們 我們的 我們的模糊測試 主要是測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然後它 廣 我對它廣義的定義就是 去產生一個隨機的輸入 然後去run target 去跑我們的售測程式 看它會不會產生一些 segmentation fall 或是 或是 heep overflow 之類的 的一些問題 然後甚至 有人 欸 後面有 這邊還有位置 不用嗎不用嗎 這邊 這邊也可以做 好 然後 去做一些測試 然後 那其實 其實現在的 發行已經有 像是還蠻多種類型的 就是像有 像是binary的 EFL 跟EFL++ 這是Google所開發的 然後 也有測一些system code 像syscoder 這些都是開源的專案 其實各位 手機 手機Google一下就可以Google到 然後有一些測 API的 Restor API的 Restor 這是微軟開發的 還有一些測 是測 Portacle 像是TCP 或 想到應該其實 只要 就是只要想辦法接上去 其實都可以做 對 然後 今天主要 主要就是介紹 介紹binary的 AFL 跟AFL++ 因為 我們就做這一塊 其實其他我也不熟 對 好 可以 可能 可能 我不知道你們可以看得清楚嗎 就是 可以請大家看一下這張程式的問題在哪裡 然後這張 這張程式是那個另外一篇論文裡面所附的 Nuven是在下面 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看這邊的文文 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看這邊的文文 他的example 然後這張程式 的 主要的 主要 就是主要前面在做的事情就是 他拿一段 輸入 然後去 去看裡面有幾個字 字圓 然後去做 Alocate 最下面去做 Alocate 然後其實這樣子會有問題就是 如果我們的 那個 那個輸入非常非常的多的話 那個Alocate 是會爆掉的 因為其實 其實那個 Maloc 其實他是有大小限制的 好 那其實我們生活中 我們常用的程式 我們常用的東西其實有滿多 有這樣子的例子 就是像我們常用的PMG檔裡面有一個 他的formate 這是他裡面的某一段formate 然後這是wiki的 他其實裡面就有一段長度 然後這個 這個長度應該 他後面會存一些 一些data 但是如果我們 把這個長度給塞爆 他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做這種 這種 這種處理的時候 通常都要做一些編輯的檢查 才不會發生 然後其實也 蠻多程式會有這種問題 就是 你可以去搜看看那個 像是djpeg啊 或是 最後會demo的那個lib turbo 你去找那個 那個 lib turbo lib jpeg turbo 對 然後 其實大家可以搜他的CPE 其實會有很多quash可以看 就是看他們 以前的程式 寫得多麼的 有趣 對 好 好 然後我們再來幫各位複習 剛剛講的一個部分就是 那什麼 就是finding test 主要概念就是 隨機產生input 然後我們去run run看看這個 弄進去的東西 會不會有 程式會不會有quash 那其實 這個概念呢 這個概念其實會有一些 有一些問題啦 就是如果 以實作來講的話 會有一些問題 就比如說 我們 隨機產生的輸入 他如果程式寫得再好一點點 他就是 可能連第一層的椅服都進不進去 他就只能 在外面的椅服跟else徘徊 這是 這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 第二個問題是 我們不知道這個輸入 他給我們的 就是 對這個程式的 他的那個 程式狀態是什麼 就是 我不能 我不能知道說 這個輸入到底是不是一個好的輸入 它是不是一個好的測試 所以 我們發明了兩個概念 就是 第一個概念是 變異測試 這個 待會會會介紹 然後第二個概念是 呃 程式覆蓋率指引 呃 就是這邊會 等下會直接去介紹 AFL 然後 好 AFL 請請請 好 然後 AFL 是Google 在2013年開發的 的一個工具 然後現在已經停止更新了 他們 呃 轉到AFL加加上 其實兩個 的概念是差不多的 然後 因為 AFL 就是比較好 比較好 以 因為我們trace code角度會比較好去trace 所以一般會先從AFL下去看 然後 剛才使用關鍵就是 所謂的變異測試 然後跟 code coverage guide 跟 然後還有最後一個比較重要的是 4 server 然後 這待會就會講 看一下幾分 好 繼續 欸 好 沒錯 好 好 那我們先來講一個變異測試 那 剛才提到 如果 我們隨機生存的 個輸入 它沒有辦法 可能一開始被擋掉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去 解決這個問題 好 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他們想法是 我就是 如果要我今天要測 JPEG的一個處理的 處理圖片的 程式 那我一開始就為一個JPEG進去 就是一個 完全符合format的 JPEG進去 然後呢 然後它從裡面去做一些 就是把裡面的一些 資料去改變 它 它改變的幅度 可能就比較小 這樣子 可能測到的 邏輯就會比較多 然後它變異的策略有 下面那五種 然後 就是 它會拿 裡面的東西去做反轉 然後第二個是 啊 我不知道這什麼 啊 就是它 就是它拿 拿那個東西去加減乘處 然後 interesting就是 裡面預設會去 測一些 呃 極大 就是 邊界值 然後 Ditional也是去為那個 它裡面有一個設定檔 然後 可以去為 就是你想要 把它變換成什麼 然後 Hiborg是 上面的綜合 就是它會去隨機的 隨機的選擇 好 然後 在我們講 code coverage 開始的時候 先 先來跟各位 講一下啊 什麼 什麼是code coverage 那我相信 我在做 unitase的 的 就是我在寫 unitase大概比較 就是會知道 code coverage是什麼 就是code coverage 就是在城市中 被測到的比例是多少 就是比如說 我這次 input 進去這個城市裡面 它被測到的 的 跑過的東西 就是 它的比例是多少 好 然後 我們要算code coverage 這個東西的實作要怎麼做呢 呃 AFL 比較好的方法是 就是 它會 因為 AFL的前提是 它希望 你有提供source code source code source code它會在compower time裡面 去插一些你想要做的事情 好 這個就是插裝 就是在我們城市的地方 去 去插一些它想要 它想要 記錄code coverage的程式嘛 然後 中間有一些當然有一些實作 但是今天不會 不會太細講 然後 但是我可以帶各位看一下那個 就是 帶一下 看一段這張code 就是 它是怎麼去插裝的 就是 這就是一個 輸入一個A嘛 然後 如果 如果A等於100 進入F 然後G 然後沒有的話就進入G嘛 然後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喔 喔 欸 不好意思 這是一般尿被插裝的call 他就是 就是很一般 我不知道 欸你們看得清楚嗎 就是 就是一般的 assembly 然後 for 就是 就是不會特別講 就是他就是一個很一般的assembly 但是 我們去看一下有插裝的call 他會長怎樣呢 等一下喔 我們可以看到 在禁門之後 他會去call這個 afl maybe log 這就是去插裝的一個 他插進去的一個function 然後去做一些 要記入call coverage的東西 大概是這樣 其實這邊的實作 我沒有很認真的研讀阿 但是我知道他會插東西進去 好 大概是這樣 然後 大概以上是 所以call coverage主要的東西就是 如果這個seed進去 不好意思 那個call coverage guide主要是說 這個 這個input進去 他的call coverage是多少 然後 他mutate完之後 如果他的call coverage有上升 的話 他就會把這個 這個輸入在流進去queue裡面 就是他會再重複利用這個 被產生出來的seed 所以他整體的流程就是 所以他整體的流程就是 我們剛好聽到的遍應測試 就是我們在 在測試之前會給他一個輸入 一個正常formal的輸入 所以afl他會 一開始流程就是 我們要先給他一個initio seed 然後讓他放進queue裡面 然後這個queue等一下 如果 應該有時間 應該有時間可以demo demo的時候 大家看一下他會放在哪裡 然後 利用這個queue 這個seed 去做一些mutate的動作 mutate就是剛剛提到的便利測試 然後 我們真的去run 那個run target 然後 可以去 可以去觀察 他就 那個faster就會知道說 現在的call coverage 到底是 減少還是增加 然後去做 這個seed 代表不要被 繼續存在queue裡面 好 然後接下來是afl afl 就是 有創造一個叫forsever的機制 然後 這個forsever的機制 對於整體的提升效率是 非常不錯的 然後接下來我會來介紹一下forsever的機制 好 forsever的機制主要是說 就是 因為我們今天在執行 同樣的程式嘛 也就是說我們不需要 我們不需要去fork 加esec 我們只要在 我們要想辦法在 進入main之前 想辦法去把它 想辦法有一個checkpoint 然後讓它去fork出另外一個chart process 然後這個chart process 就可以去執行我們的售測程式 然後 然後不用esec的原因是因為它效率低落啊 就是 因為它要先 它要先release 它要先釋放資源跟再重樓回來 重點是 它的 它的資源是還是相同的東西 所以我們不需要這樣做 所以我們不需要這樣做 然後這個最主要的概念是說 我們 我們 我們可以知道就是 其實在進入main之前 我們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們 我們在進入main之前還有 前面還有call很多東西 然後其實 dipc star main裡面的 有一個機制叫 constructor 然後 constructor 就是在main之前執行 一些程式嘛 對 然後 所以我們只要在main之前去fork出一個chart process 這個chart process就可以去做一個程式的 就是可以去那個測試程式 然後 然後所以整體的流程就會變成是說 我的NFL NFL發誓說 我現在 我現在要跑了 對 我現在要 需要那個chart process 他就會去傳一個 他前面會 那個initio 初始化for server的時候 他會去 他會去接一個pipe 然後他真的要跑的時候 他會利用這個pipe 去寫向target 然後去讓他就是fork出一個chart process 然後parent就繼續回去那個 那個loop那邊 去等待他下一次需要被售車的 售車的時機點 我不知道會不會講得太快就是什麼 問題嗎 因為其實 AFL已經 已經介紹完了 竟然是demo 沒有沒有沒有 好沒有 好 那demo demo主要的 發誓是用AFL 然後 那個target是 Libre JPEG Turbo 然後 其實 這個demo有一個腳本 我放在github上面 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看 對 好 讓他 讓他 讓他跑一下 嗯 痾 痾 然後 可以來帶各位看一下腳本裡面都寫的一些 痾 痾 會太小嗎 我不知道 等我一下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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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MAC 其實目前我用各種 Ubuntu 18.04或是20.04 MAC都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啦 然後剛才有提到說他需要做插裝嘛 他需要做插裝我們就要想辦法把他的compile換掉 他是要compile time做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想辦法把他compile壞掉 但是其實這個要看就是 就是他們MAC file我們要寫好啦 就是其實不一定是CC或CXX 就是你可能要去看一下就是 他裡面的代號是什麼 然後你就把他CC跟GCC跟G++的compile換掉 然後這是我們的售測程式 然後他是用CMAC去編的 CMAC去initio的 然後之後MAC的時候他就會換成是我們的 我們的上面的compile去 去 去 上面的compile去compile 對 好 然後 剛剛有提到我們需要一個initio seat 其實你可以餵很多個進去沒有關係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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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建議是至少一個啦 對 然後 那個in initio就是放 放你的initio seat 然後out就是 你要給他一個目標 讓他去放一些output 然後我們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就是下面他發射跑的指令 這是afl裡面 比如出來的東西他要 就是發什麼 然後這是initio seat 然後這個是 他輸出的檔案裡面要放的東西 然後dcpeg 然後 ss是指 你的輸入要放在哪裡 就比如說我今天dcpeg要 要 要那個 比如說有一個jpeg要在裡面 這個就是那個jpeg 就是你要放 未進去的塗檔 然後他會不會自己幫你做替換 我看一下他好了沒 啊 喔好 沒關係 好 我們可以 呃 我們可以看就是 這是 他整個拼音的過程 就是你 你如果 就是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就是你到底是有沒有拼音成功 因為他會他會去寫一些log出來 如果有這些就是成功 對 好 然後 等一下喔 拋起來給 大家看一下 呃 他前面我需要先設定一些東西 就是按照他 按照他 這個 這個 他提示的時候打就可以了 呃應該還有一個 看一下 欸欸欸 不會喔 嗯 嗯 還有一個就是兩個 就是把它扣進去 然後用 呃 要用捨度 好 然後跑起來 跑起來 有跑起來嗎 喔 跑起來 喔好小喔 為什麼 怎麼可以放大 為什麼是QQQ 呃 好我也沒辦法 這是 這是Windows的CompMate 對 對 然後 痾 痾 雖然說有點小 但是大家可以回路自己嘗試一下 就是 他跑起來大概會長這樣 然後這邊是 這邊是C的總數量 然後旁邊是 這個是Cocca Ridge 然後這是跑的時間 然後跟 他現在在進行的一些策略 然後整個跑起來大概是這樣 但是 正常 正常應該用F的跑 這個是不會跑出任何東西的啊 就是 如果以這批那個DJPG來講 他是不會跑出任何東西的 因為 呃 大家寫論文寫爛的大家都測這東西 那個 研究生很需要 一些BUG來讓自己比欸 對 我也是其中一個 呵呵呵 好 那我們就先把它停掉 那 可以來介紹一下 他裡面的檔案都有些什麼 好 剛剛有提到 這邊有一個Q嘛 就是 我的 我的第一個seed 就是在 Q裡面 大家 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很多 但是 都是從 就是他Mutate 然後一直衍生下來的 的seed 那他存的就存在這邊 然後可以看 crash裡面就是放crash裡面的input 沒有東西 因為 跑不出來 對 他正常來講 DJPG是不會有任何的BUG 大家自己回去可以 寫一下 那個 一個有問題的程式 然後 這是 發射的States 裡面應該就是一些 發射的 一些 就是一些 initial的狀態 然後 這是畫圖的資訊 這是他的bmap 然後 電話大概就到這邊啦 時間 應該也差不多了 有什麼問題嗎 還是其實都聽不懂 哈哈哈哈 沒關係 我也是聽了一兩年才聽得懂這東西的 好 真好 啊 等一下喔 有關問題嗎 是 是 我過來 我過來 你要麥克風嗎 好 謝謝 可是這個發射的 他本來是這樣 他這樣聽起來像是 你不要像是要測說 他如果在一些特殊情境下 可能會發生A弱 所以其實不管他的結果的正確性 他只要沒有發生A弱 就OK了 對 所以他其實跟一般的單元測試不太一樣 不一樣 對 他不是測入器 他主要的目的不是測入器 就想 可是如果像 有提到說 他會給他一些Inite seed 對 然後他會做一些便衣測試 那通常 像這樣測試在跑的話 他大概都會跑多久 還是 就是 他有一個Coccaway上升幅度 到最後通常都會保和 耐工給你 好 這個 喂 喂 喂 有聲音嗎 喔有 好 那個 見一下了 這是我口試的那個 的那個 呃 我可以給你看 看圖 就是 這是 這是他陳述覆蓋物的 到最後的比較 然後 其實 其實可以很明顯的 發現這個藍色是A弱的 然後其實可以很明顯的發現就是 他其實到 這個是抽額是小石林 就是他到最後其實都很平衡 就是 這代表他已經進行保和了 就是 不管你在跑多久 他大概就是這樣子 對 所以 就是 現在做FASA的 主要研究就是在做 就是 就是 要怎麼想辦法把這個保和的 提升上去 大概大概是這樣 對好 還有問題嗎 我沒有想讓你問 好啦 好 我想請問一下 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 它看起來是 是透過Mutane的去增加你 對 那 可是這樣會不會 很難測到一些 邊緣的小branch 會 那怎麼覺得 但是 這個其實又牽扯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就是 好 還有多久 好啦 就是 3分3號 這個其實也牽扯到一些問題 就是 就是因為它是 它就是完全的 完全的Random 但是 你要說 我要去測某些branch的話 這不是 已經很 這需要解決的問題 就是 可能有一些東西我們是 就是沒有辦法 Random去測到的 當然 現在有一些 Symbolic 或是Tensor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它的Cost很高 然後 可以去看那個 AFL++ 裡面有一個 是做一個叫InputState的東西 Google就卡到 AFL++還是Open Source的專案 它是有稍微解決這個東西 但是 對 就是這樣 好 有解決嗎 好 不客氣 想請問一下 所以這個其實是 比較接近於 InputState的狀況 因為你的測試是 感覺比較接近 就是用InputState的 去測試 對 沒錯 因為我想說為什麼 你一開始比較 是對InputState的 有比較 嗯 為什麼是對InputState的 做比較 因為你一般感情 還有比較偏向 通過的那個 嗯 不知道怎麼回答這裡 因為 不知道 因為我聽過測試 我InputState 對 就是 我在選擇 網路裡就收 對 好 這裡 啊 兩分鐘 好 兩分鐘 不行 工商服務時間要帶到 好 沒有啦 沒有啦 最後一頁就是 欸 按星星 Follow 好 那個 好一分鐘 這 這個是我學長做的 多專速的測試 然後因為我是 背上他 所以想說 給他一點鼓勵 對 雖然說他應該也不太在意 然後中間那個是我的 然後這下面那個是我們實驗室的大佬 他做的那個Simbatic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好 謝謝大家 哇 欸你好多 好多 忠實聽眾 真的嗎 好 好 是這樣 下一場議程 在10分鐘後開始 歡迎 問一下那個 剛才秀 有興趣的人 看看他其他的項目是什麼 好 繼續留下來 好你先去 欸下一場 還有下一場 這不是得很久嗎 印象中 十分鐘 對 你們可以就是 你們可以去 好 好 就是一些比較 常見的DXVG ZVG 就是剛剛的Leave Turbo裡面 然後這是平常會用的MN 然後這是XML的 處理 這個東西 欸這個可以 然後 最後是OBJCOPY 跟OBJDOWN 然後Rude AF也可以 但是他 上昏的幅度太快了 所以沒有 比較不出效果 大概是這樣 好 所以這個是你們做的 呃這個是 這個是我學長做的 這是我做的 然後這是AFL 對對對 那他改進DXVG 呃他增加了多參數進去 就是 稍微降一下就好 好好好 給我一點 給我30秒 我跟他 好就是 就是可能會有些參數嘛 就是但是一般 不是不會MUTATE到參數的 但是然後我們可以寫一些設定檔 然後讓他設定檔 然後就去MUTATE一些參數 大概就這樣 簡單說讓MUTATE範圍變大 對對對說簡單點是這樣 好 我給下一個